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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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尽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请放场 请最大的翻开 更且 阿伯多德宝经 经本第 两百四十四页 我们今天从 两百四十四页 经文第二行 第一个字开始讲起 若这地方开始讲起 请看两百四十四页经文第二行 第一个字起 若信无信 若信无常则 度作因信相 若度则 一切信不究竟 一切信 作因相度则 至无常 应无常 无常无常故 一切信不无常 应是常 我们继续前面 佛陀 告诉大会菩萨 这一切外道 这九十六种 分个六师外道 他们共同 错误的之间 他们认为 这九物 是不生不灭 是珍藏的 九物像 犯 大自在 神我圣性 围尘 虚空 命地 方位 时辰等等 这九物不生不灭 而这九物却能生一切法 那这九物 统设为有或无 所以这一切法 是从有无二法所生的 而这九物所生的这一切法 也就是从有无二法所生的这一切法 它是无常的 它会有 这个 神助异昧 会无常变化的 那当然他们也会 用自己的妄想在那里推想 那九物既然是常 那所生的这个 这一切万法 为什么是无常呢 所以他们也编了一大堆的理由 这个完全是打妄想 想出来的 依妄想推理出来的 然后在 依着 这个 五分 这个五分论 也就是这个五支作法 中英逸佛节 用这个英明学 逻辑的方法 来立论 你乍看好像有点道理 如果详细一推析就知道里面 全部都是矛盾一大堆啊 所以他们说 讲这一切法 无常 为什么呢 也有 讲了很多种 那统色为七大类 这七大类佛头会说明了 有说 坐以而守是明无常 这四大做了以后 做成了一件事以后 他就舍掉四大的信 那既然舍掉四大的信 他自然就无常了 这是第一种说法 第二种说 行处坏 就是无常了 行状处守坏了 四大不会坏 四大是绝对不会坏 前面第一个是 四大舍掉以后 信就 就坏缺了 所以当然无常 第二种说 是形状处守坏了 但四大 他的信是不会坏的 只是形状处守在变化而已 那第三种说明说 色的当体就是无常 既色即是无常 色的当体本身就是无常的 那第四种说法说 有说色转变中间是无常 这一切 一切法它会中间转变 像前面有跟大家说明 花变成水 变成水果 果又变成酒 酒变成醋 这中间转化是无常 但四大不会变的 四大只是在那里 随着这个因缘 在那里生一切法而已 四大之信 它不会坏 只是它这个中间转变 就是无常 那第五种说 一切信转 就是说一切法中有 无常会一切信 第五种说 有说信无常 所以一切法中有一个无常的信在里面 而这个无常的信它不会坏 永远不会坏 而却能够使一切法坏灭 我们上个星期就讲到这个地方 这部分 这一切法中有一个无常性 它能够令一切法无常 它本身这永远不会坏 永远是正常的 所以这一切法才不断的无常 不断的无常在那里变异 这是第五种 那第六种说 有说信无信无常 这第六种说 有无皆归于断媚 有信也归于断媚 无信也归于断媚 这是断媚见的 那第七种说 有说一切法不生无常 就是在一切法中有个不生性的 它不是生的 它不生性你看不到它 所以你在一切法中 找不到这个不生性的东西 你把它剖析到围成也找不到它 因为它不生性 它不生嘛 不生 不生性 可是这个不生性在一切法中 它不会坏 它却可以使一切法无常 那佛陀说这个不生性 他就是告诉你 他已经是不生性了 还怎么有个不生性 在一切法中 可以令你切法无常 就是不生说生 它不是颠倒 不生 你明明意思就是说 不生性 不生性 它不生 你切说它 不生性的东西 却在一切法中 所以不生说生 生说不生颠倒 所以佛所说 如果你依照这样的解释的话 你就错觉佛意 佛告诉我们无生 就叫你知道当体无生 不能还立一个 这无生 你已经生了一个无生了 这是生命相对待的无生 而不是真正当体无生无自心 所以这第七中 就是说一切法不生无常 这是有一个不生性 你找不到它的 它不生性 它根本就没有生出来 所以你在一切法中里面 怎么找都找不到 因为它的不生性 可它入一切法中 它能够令一切法无常 它本身永远不会坏 因为它不生性 所以非常非无常 这个意思解释起来 就是没有这件事情的存在 那都不生嘛 你恩是强词夺理 把它说成有个不生性 你也要欸 对不对 这个没有道理的 所以这七种无常 都是妄想推理出来的 他们找不到理由嘛 是好像推理的 那最后佛陀说 我说一切法 为小生的处理心 让他处理世间的苦 告诉他无常便利 不可能真常 但最后告诉你 常就是无常 常与无常是一 那就一死相殷 因为常与无常是一是什么 这整个法界就是空性 随眼不变不变随眼 这空性就是如来障 如来障妙真如性 随得阴眼随眼不变 这如来障是理记世照两重三千 就像我们的心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这个心永远不会变的 就跟着你思的那个力量 他给你变出幻境 眼前的境界 是根据我们人间的习气 变出这人间的法界 他当体就是真如 就是空性 所以常与无常是一不是二 所以生就是无生 无生与生是一不是二 像有十五啊 哪有什么一切法无常 所以佛最后才讲出佛的真意啊 那上个星期我们把那个第六项 有说信无信无常 就是一切法断面 虚归断面 这个解释完了 也同时也把 有说一切法不生无常 入一切法 这个解释完了 那这不生意哪里是生无常 就是告诉你一切法里面不生意 是要告诉你不生无常的东西在里面 那这样一切法不生无常在里面 那一切法应该都永恒珍藏了 他硬是把人拗成说 说一切法无常 你听起来就知道 这个完全不合逻辑了 我们上个星期 这两项讲完了 那讲到第三项 就是有说信无常 就是有一个无常的信 他入一切法中 可以能够 这个无常性是永远不会坏的 他入一切法中 能够令一切法无常 他自己不会坏 那佛陀在说 如果他本身是无常性 他本身是真常性 能够令一切法无常 那 他一定跟这一切法有不同的地方 一个是来破坏这个 破坏这个 一切 這無常能夠破壞一切物體 讓它無常 那這個能破壞的跟被破壞的應該是有不一樣才對 可是你今天破壞在任何物質裡面 都沒有一個可以破壞這物質的無常性的東西在 那如果這一切物質的無常性裡面 寒常有一個可以破壞它的增長性 可以破壞它 令它無常的東西 完全跟它相敵對的東西 那這事件就不穩定了 香突然會變成臭 對不對 這個甜的突然就變成鹹的 對不對 這都不穩定了嘛 因為它相對待的突然會鹹鹹 所以佛徒說 你在每一個物件上面 你怎麼找都找不到 那同樣一件事情怎麼有可能 完全敵對性的事情在一個裡面一個東西 完全是同一個性質 裡面卻藏了一個能夠破壞它的這個不會壞的無常性 這不可能不合邏輯的說法 我們上個星期就說到這個地方 那它這個無常性 有這個無常性它本身是不會壞的 是正常的 它入一切法中規定一切法無常 所以為什麼一切法還無常 就是因為這一切法中有這個無常性在裡面 這個大家聽起來很有邏輯啊 否則為什麼一些法會無常變化 身住意面 身住壞空 一定有個破壞它那個東西在裡面 所以佛陀在這第五項解釋了特別多 上個星期我們只是說明到 對不對 這一件物件裡面 你根本找不到兩件事情嘛 一個是不來破壞它 一個是被破壞的 那照理是不一樣 那怎麼通通一樣 那這怎麼個破壞法呢 通通一樣啊 我們上個星期講到這裡 所謂佛陀 佛陀也是用一樣邏輯辯證法來播出外道 那佛陀接著又說明 若性無常者 做因性相 假如是有一個體性 它是無常的 有一個體性 有一個這樣 它是無常的 那都必然而成 必定有這種現象 這必然而成有這個現象是什麼 做因性相 有體 有用 有它的性質 有它的相狀 因為它這是無常的東西 它入一切法 它是增長性的 能夠令一切法壞 那既然有這麼一個東西 有這個性無常的這個東西在 那必然而成 墮就是必然而成的意思 那必定會有體 有它的用 有它的性 有它的相 那如果剁走一切 性不究竟 那假如有這個有體 有相 有體有用 有相有性 有這樣的東西 那它一定言的 無常的道理 深入一面的道理變化 一定的 任何一件事情 沒有一個事情不會壞 所以有情會生老病死 氣之間會深入一面 三千大千之間會沉住白空 那必定會這樣變化的 因為你已經 有一個體性是無常的 有這個東西在的時候 一定墮做因性相 有體有用 有相有性 那既然有體有用 有相有性 那一定也一樣無常 所以一切性不究竟 那一定會有變化的 不會永遠都存在了 所以一切性做因相多者 住無常應無常 那如果這個無常性 有一個無常性這個東西 入一切法 那一定是自然而成 會沿著深入一面變化 所以它也無常掉了 所以你看一切性掉在這個做因相多者 成了這樣的話 那自無常應無常 所以它這個無常性也無常 這樣了解這個意思嗎 它的無常性也無常 對不對 它本來能夠 它無常性 它既然有體有用 有相有性 它自己一定沿著深入一面變壞掉了 所以它這個無常的體也無常掉了 所以一切法中已經沒有無常的東西存在了 那一切性不無常應是常 那一切萬法應該是永遠長才對 不會壞才對 因為無常性它自己也壞掉了 所以這一切法應該是永遠長才對 這樣了解這個意思吧 所以你要觀察它的字啊 真的是 你擾了半天也繞不出來 我這樣解釋大家能夠理解嗎 你看 那這樣還有人還有 因為它這個外套這個道理好像很有道理對不對 佛陀一一給它駁斥 佛陀再幾個例說明 如果無常入一切性則應度三世 比過去色以壞距 未來不生 色不生故 現在色以壞相距 假如說有一個無常性 而這個是堅固不壞的 結果無常性它入一切萬法 入一切法中 這個無常性入一切萬法 所以一切 這個文露說是八戒等等這一切萬法中 那這樣啊 它入了一切萬法 那應該要多三世 過去現在未來它一定會 會變成有這三世的現象 比如說現在是水果 它會變成酒 酒會變成醋 它就有這三世 過去現在未來 那如果是你這個無常入一切法 那它多三世 你看 比過去色以壞距 那它既然入一切法中 那這個一切法它已經壞了 它已經 花變成水果了 花已經壞掉了 那花已經壞掉了 那水果應該 這個無常跟著這個花壞掉了 這無常性已經跟著水果已經壞掉了 那怎麼還會有水果 那水果應該裡面沒有無常才對 這水果應該不會變了 那反正水果 即使是你水果裡面還有無常 那水果又壞了又變成了酒 裡面的甜味不見了 變成酒味了 那這樣來講 那這個變成酒味了 這個水果裡面的無常已經跟著水果壞掉了 它怎麼會變成酒呢 它已經壞掉了 兩個都壞滅掉了 它多三世嘛 所以我們講過去不可得 現在不可得 未來不可得 過去已經是過去了 現在又變成過去了 對不對 那未來還沒有到 那多三世 三世居不可得 那怎麼有可能堅固不壞的無常性呢 所以硬多三世 過去以色去壞 那未來還沒有生 未來還沒有到 還沒有生 因為色的還沒有生出來啊 它怎麼會無常有呢 那現在呢 以色又壞掉了 現在跟色一起壞掉了 那壞掉就應該就沒有 再沒有什麼變化了 水果壞掉就壞掉了 不能再變成酒了 那酒壞掉就壞掉就不能變成醋啊 那怎麼會這樣不斷地變呢 因為你入一切法 它就跟著壞掉了 那三世的千里就壞掉了 就消失掉了 這個無常跟著 那個 那一切法就消失掉了 怎麼還有將 未來要發生的事情呢 所以佛陀再用這個方法 三世居不可得 來撥持這個無常入一切法 能夠臨切法 無常的這個道理 那所以 接下來佛陀又說 色者 四大級級差別 四大級造色 自信不壞 你亦不亦故 一切外道 一切四大不壞 一切三有四大級造色 在所知有生美 你 四大造色 一切外道以何所思為 信不常 四大不生 自信相不壞故啊 佛陀對這個 信無常啊 就是這第五項 有說信無常 有個兼顧不壞的體 它的信就是無常信 它入一切法中 所以一切法才無常 可是你怎麼找一切法中 找不到兩件東西 只有一件 對不對 那既然只有一件 它壞掉了應該也就壞掉了 那怎麼還有第二件事情跟著變化出來呢 這個理說不通 那佛陀最後 對這個 有說信無常做個結論 所以色者四大級級差別 四大級造色 自信不壞 你亦不亦故啊 所以外道都是一般外道都認為 除了第一種外道 他認為這個四大造色以後 造了色以後 那個四大的信就消失了 就不會再造了 所以它四大的信消失了不會再造 所以物體就會無常 所以第一種 其他一般的外道來講 都是講四大級級 四大造色 積極在一起而成色法 而這四大級造色的自信不會壞的 那地水火紅 以及它能夠造一切法 積極成一切法 一些固體 液體 氣體 零零種種一切萬法 這個功能不會壞掉 所以四大造色的自信不壞 那只是這四大級級的差別不同而已 它不斷在那裡變化 不斷的差別 像這個水果變酒 酒變成醋 醋變成水 不斷在那裡差別 在那裡變化而已 那四大跟四大造色的自信不壞 一般大部分的外道都是這樣講 所以離異不異故 所以一切法離同意的差別 因為都是四大做出來的 這四大的造性 四大能夠造色 而且四大造色的性質永遠不會壞掉 所以他們認為現象界的本體界就是這個意思 現象界的本體界就是這四大造色出來的 四大它不會壞 它造色的性質也不會壞 所以它永遠在那裡變化 有的造成固體 有的造成液體 有的造成氣體 有的造成種種 這些七材物體等等 那都是四大在那裡而已 四大不壞 所以一切有這差別性 性質的一切萬法 離異不異啊 離異不異啊 所以啊 這本體身現象啊 所以離相同或者不同 這些道理 因為都是一件事啊 所以一切外道 一切四大不壞啊 所以這多數的外道都認為 通通的一般都認為四大不會壞 都認為就是四大不壞 只是像在那裡變化而已 只是形象在那裡 外相在那裡變化 外相跟性質在那裡變化 那四大還是不會壞的 所以離一切法離異不異啊 因為現象就是本體啊 那可是呢 一切三由四大及造色 在所知有生命啊 可是在我們看來 這世間 來看 因為外道他們所認為的 這個四大是假四大 有地水火轟的四大 像分子之類的 地的分子 水的分子 火的分子 風的分子 你這種這個假四大 那佛陀講的是什麼 這四種功能 一個有把持 保持的功能 慈愛性 保持 阿賴耶我們真如自信 具無量功德 它是空信 但是一念不絕 生三世 進教院長六處 變成阿賴耶 阿賴耶有很多種功能啊 很多種功能 你看 它除了我們 變現了我們八四五十一星所了別的功能以外 又變成了 有什麼 有激活的 有這個霸直的功能 止愛性 還有有這個激活的功能 它就是濕潤 濕度 有激活的功能 那第三種 有成熟的功能 有溫度 溫度成熟的功能 有這種功能啊 那第一四種有成長的功能 就是動向 也會動 就這種功能聚在一起 你看了以後 隨著我們業力 看了真的有階階 固體 毅力 氣體 山頭 大地 其實它只是功能的聚合而已啊 功能聚合 一聚合先變成一個假式大 假式大 你認為好像是假式大 外道只看到假式大 因為它看不到真如自信 它看不到如來臟隨言不變不變隨言 它看不到這個境界 所以它只是以假式大 就是它最終的物質的最原始 所以它在激活而已 它永遠不會壞 它造物的 能夠造色的性也不會壞 所以它一切法 現象界本體 敵意不意 外道是這種說法 它見不到究竟 在後面佛陀都會說明 但是佛陀說 在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這三界 三有這三界 這三界都是世大所造的 以及造色 世大所造的色 在所知都有生命 它就有成就壞空了 有成結 開始成長 住結 我們現在是住結 現在我們是住結 住結有一個大結 有四個中結 這四個中結 就成住壞空 四個中結 那一個中結有二十個小結 二十個小結 那我們現在是住結有二十個小結 這個二十個小結裡面有千佛出世 所以一個大結裡面千佛出世 就是在住結它的出世 壞結的時候就開始變壞了 大火燒到出產 大水 這個大 先是火 再來是水 那最後是風大出燥 吹到了三產天底下 全部到四產天底下 全部都被火災 水災 風災 直接吹到四產底下 錢都會壞 四產是不會壞的 所以這個是一切 星球啦 我們到了很自壞的時候 就開始破壞了 破壞到最後變成空結 空無一物 化為空結 連微塵都不可見 化為一種 一種能量的東西 你看不到的東西 我們講的空結 幾乎就是等於零溪層 像虛空一樣的空結 那再左是這個 升天大堅持都化為虛空一樣 像空 零溪層像虛空一樣 那你這世代怎麼會不壞呢 最大的最大件的東西 三天大堅持界 最大件的東西都化為空結了 那我們這些 我們日常生活所接觸的這個 這個色身相外處罰 這怎麼不會壞呢 這怎麼會 一切外道的四大 這大部分的外道 多數外道認為這四大不會壞 而且他們認為四大是從 假四大來講 假四大也等於我們現在地水火風的 這種分子 假四大 它不是從功能來講 從功能來講 就是四大皆空 本空 四大本來皆空的 因為它的乳來杖 體性的乳來杖 它指了功能的計合 而變成了這個假四大 那真正的四大是功能而已 只乳來杖具橫殺功能 所以一切三有四大即造舍 在所知有生滅 它都會生滅掉 那怎麼會永遠藏住呢 但是離四大造舍 一切外道以何所思為性無常呢 所以離此四大自信 原生住欲滅造舍外 一切外道以何因連認為有一個性無常 能夠若一切法 若一切法 能夠令一切法無常呢 這本身四大就是生住欲滅 除了它本身就是聚著 這假四大本身也一樣 它也是居然是物質 這假四大它也是圓的 生住欲滅在那裡變化 生住欲滅 生住欲滅在那裡變化 所以呢 離四大造舍 離此四大自起 離此四大自起 原生 攀原來 原生住欲滅造舍以外 一切外道呢 以何所思為 一切外道以什麼道理啊 認為何所思為 認為有一個性無常 是不是性無常 能夠入一切法 定一切法而無常 它本身永遠不會壞的 這完全是你打妄想 其實就是它本身 這四大怎麼會不壞 它本身也一樣圓的 生住欲滅在那裡變化 在那裡不斷的在那裡變化而已啊 那怎麼說 有一個無常的東西 跑到這個四大地水河洪裡面 而這個 跑進去裡面 這個東西是無常性 能夠令一切法無常 它本身永遠不會壞的 哪有這個道理 這完全是你打妄想嘛 所以 這就講 李四大造舍 一切外道 以何所思為性無常啊 這就說明 李慈四大的字體 它本身遠了生住欲滅造舍以外 因為它遠了生住欲滅在造舍 所以它當然會無常嘛 那一切外道 以何因緣它這 有什麼道理呢 有什麼因緣呢 它認為有一個信無常啊 思維信無常 而這個信無常是入於切法 能令於切法無常啊 你憑空想像的嘛 你也沒有看到 你完全憑空想像 所以底下我就說了 四大不生啊 又 妄言啊 說這四大 梗谷梗筋不生不滅 自信不壞 你又自己 打妄想 四大不生 自信像不壞孤 你又自己在那裡 妄想 堅固的執著 這四大梗谷梗筋都不會壞的 不生不滅的 它的永遠照射的自信永遠不會壞的 所以你這個純粹都是你自信的妄想 所以佛陀最後的終結就是 無常入一切法則 這是外道純粹的妄想 但是這聽起來好像有點很合理 但是你純粹的妄想 而且四大本身如果從假四大來講 既然有假四大的物質存在 它也是沿著生住一滅在變化 是它本身在那裡生住一滅 而不是有個無常跑到裡面去 來讓這一切法生住一滅 所以外道就憑它自己 完全這樣推測想 這四大不會壞 以及它照射之性也不會壞 它永遠都是不會壞 壞的只是像形狀在那裡變化而已 所以你完全是自己妄想 好 那接下來我們請看 245頁第二行 離始造無常者 非是大富有意是大 各個意象自相故 非差別可得 比無差別失等不更造 二方便不做 當之是無常 這是第一項 第一種外道它講的 它說啊 這個 這個 坐以而捨世民無常 離始造無常 就是坐以而捨無常 這四大照射以後啊 它就捨掉它照射之性 所以這種外道它就不執著 這四大照射之性 永遠不會變 這種外道是執著 這四大照射之性 照完了以後 它照射的性就喪失掉了 所以它自然就會無常了 因為它照了射以後 照了射法造成了以後 它就捨掉它照射的性了 那既然捨掉照射的性了 那它就是會無常了 可是它無常並不是變成沒有 並不是空掉了 它要變成另外一個東西出來 就好像我前面跟大家說明過了 那個種子掉到地裡面 它要長出芽出來 它變成芽出來 芽要變成四株出來 它不斷在變化了 那最後開花了 開花花變掉了 又變成水果了 那果成所掉下來又變成酒了 酒果了 酒又變成醋了 那並不是那四大照射照完以後 它壞掉了 那壞掉了 就變成空掉了 全都沒了 火就掉下來 整個就沒有了 消失掉了 這才可以說是 這四大照射以後 它使得它照射的性就消失掉了 那可是它不斷還在那裡變化 這說不通 所以佛陀這幾例說明 這幾例說明 如果是禮死造無常者 非四大富有義四大 那這裡面只有四大而已 並不是還有其他的四大在那裡繼續造 比如說這個花變成水果了 並不是花無常掉了 另外有其他的四大再來製造無常 就是那個花就變成水果而已 就變成水果 果變成酒 水果變成酒 它也是只是自己在那裡造而已 那並不是說 又有其他的四大跑進來了 它本來照射的四大的性上市掉了 其他的四大來了 再把它變成了酒了 酒壞掉了就是造射以後 這個四大壞了 又其他的四大來了 就繼續來把這個酒造成出來 也沒有 這同樣的東西 所以禮死造無常者 非四大富有義四大 並不是有其他的四大來造 沒有 這樣了解這個意思吧 了解這個意思嗎 就是只有一個四大而已 那並沒有其他的四大 你說四大造了射以後 它就喪失了再造射的功能 那為什麼它會不斷地再來變化 那又沒有看到其他的四大進來 再繼續把這個水果變成酒 酒變成醋 沒有啊 沒看到啊 而且你看 各個欲向 各個欲向 各個都這樣 自相故非 差別可得啊 你看 1000萬美歸 好這個四大筆之間 各個欲向出來不能富生 你說那他們覆生 他們這個 四大 互相生 組成新的四大出來 可是這是各個欲向 各個都不一樣 地鼻水火蜂 各個型狀都不一樣 性质也不一样 所以他们不可能互相结合造了一个新的出来 所以不互造 所以各个欲相 所以志向故非差别相可得 所以四大各有志向 以自己的志向中 并没有能造所造之差别相可得 第二个他们不能互造 不能互造 也不能自己造 对不对 所以各个欲相 志向 这个各个欲相 首先就说明 这四大彼此之间 各个欲相算不能互相来造 来造四大 不可能地水合在一起变成风出来了 那风 风活在一起变成 这个地大出来了 不可能 他们各个不一样 只能地生地水生水 风生风 那可是呢 在这里面 并能制造跟所制造 并没有 没有有不同的东西存在 所以你看 第一个各个欲相就是说 四大彼此间各个性质 意象 形状性质都不一样 所以不能互造 那第二个就是 志向固非差别相可得 说四大各个志向 在各个四大的志向中 并没有能造跟所造 的因素存在里面 所以呢 志向固非差别相可得 就好像地大中找不到能够造 与所造 因为它彼此没有差别 在地大中找不到能造跟所造 因为它只有一个地大 所以地大不能再生地大 所以不能制造 所以既然不能制造也不能复造 那又没有新的四大产生出来 那照理来讲这个水果坏了坏了就坏了 怎么可能会再变成 变成酒再变成醋 那再变成酒变成醋 那一定 如果照你的来讲 一定有新的四大进来 那照理 为什么 因为你造色以后 那四大就失掉它能造的性质 你这个推理完全说不通的 所以既然所说明 二方便不做 二方便不做 互相造 自己造都不能成立 当之是无常 所以哪有做于我舍无常之理 哪有说做了以后 这个四大之性舍掉无常 所以这个物体才会坏 这完全你打妄想 如果你说这个四大造色以后 它就 它就舍掉造色之性 所以这一切就坏了 那坏了就坏了 这应该不会再变了 因为这个四大坏了 你说再变好 因为它四大会继续生出新的四大出来 那请问一下这四大新的四大是怎么生呢 它也不能复造 因为这地水和性质都不一样 不可能活在一起变成一个新的四大出来的 不可能的嘛 所以它也不能够互相造 也不能自己造 因为自己造一定有能造所造 能造所造一定有不同的东西 所以它也不是自己造也不是副造 那我女四大从哪里来 所以你这个推理完全不合理 你这个说法如果是四大造色以后 那四大就舍掉它造色的性 所以这个物体就无常 那它舍掉它的性的物体到无常 那就坏了就完全坏了 不会再变化了 你这个说法还有点道理 可是不对啊 它有新的东西出来 所以我常常讲我们成熟的 成熟 你看这个东西成熟的 这看着我们的需要 一个人要卖花的 他看到梅花开了 哇成熟了 看梅花捡起来 帮起来拿去市场卖 哇很多人买梅花 在她花瓶里面很漂亮 对不对 有点叉樱花很漂亮 他成熟是在樱花 那有人要收梅子 要做梅子干啊 对不对 他的梅子成熟了 对不对 他在采了 有点梅子他还没有成熟 因为他做梅子酒 他就放放放 放到他熟透了 变成酸酸的酒了 他才收了 所以就看过人一眼 那他花变成梅子 照理来讲 市场造了花 造了以后 他守掉他的性 那花应该坏了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他也坏了 那怎么会变成新的水果 那新的水果一定有新的市场 那在这个花的里面的四大已经坏了 并没有花里面的四大会自己再造新的四大出来 没有啊 因为这四大地水风不能复造 地水风每一个又不能制造 自己造自己 因为能够自己造自己一定有能造跟所造 可是在这里面找不到能造所造 所以根本就不可能有新的四大出来 那怎么会这个四大造色以后 造了以后就失掉它造色的功能 所以一切法才会无常 那如果是一切法无常 因为那这样就一无常就无常就了 那怎么还有新的东西出来呢 所以你这个说法不同的 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 他说因为这个字 这个字啊 你没有足以去看 很容易搞混 那我这样许四大了解 所以二方便不做 一个互相造 地水合起来变成风 或者风跟水合起来变成地 或者风跟火变成了水 或者什么的 这不可能成立嘛 因为两个不同的性质嘛 所以二方 那另外一种是自己造也不可能成立嘛 那没有新的四大出来 那为什么 原有的四大造色以后 他已经不再造了 那为什么会又有新的产品出来呢 那新的产品应该又有新的四大造出来 那他们又不互造 这二方便不做 所以你这个推理完全没有道理 所以佛特 波次第一种所讲的 作疑而舍 所以一切法会无常 这道理是说不通的 那接下来 我们请看 245A 第五行 比行处坏无常则 为四大吉造色不坏 致敬不坏 大会 敬则 分析乃至 为成观察坏 四大吉造色行处 意见长短不可得 非四大 四大不坏 行处坏线 都在树论 这是破第二种 我们第二种就是说 有时候行处坏 市民无常 这形状跟触手坏的 无常 就我刚才讲的 是形状 花的形状 长在树上 然后变成圆眼的水果 那个形状不一样 水果掉在地上 位置又不同 所以形状出所变化而已 而四大没有变 所以 这个 这第二种 行处坏无常 是指 只是形状跟出所变而已 四大本身不会坏 四大只造色的性 不会坏 所以你看 这个佛特就说明 这个第二种 比行处坏无常 是 它就是执着 这四大以及四大 造色的性 是不会坏 它造色的功能 是不会坏的 它就这样执着 它只不过是 形状跟触手 在那里变化而已 所以 至近不坏 究竟只是 形状触手 转变而已 所以现这样子的本体 再怎么变都是本体 它究竟不会坏掉 这只是形状是所在变 那四大以及 它造色的功能 永远不会坏的 所以现这样 这本体 这第二种 的执着无常 是这样 这样的执着 那佛特就说明 大会 尽者 如果你要讲究竟 究竟就要一直把它分析到头 因为它近 究竟 必竟 你怎么长大 究竟 就是四大不会变 可是在所知道 四大也可以分析 所以你看 这个四大 分析呢 因为假四大 假四大 顶多是分子 假四大分子 连原子 都不到 顶多是分子 分子要很多个原子 才会变成一个分子 所以你究竟的分析 如果是分析到最后 不能再分析 那 那 毕竟无坏 究竟已经不能再分析 就最后一个东西 可是这个假四大 还可以再分析 分析乃至微尘观察块 分析到最后 把这个微尘也再分析 那微尘就没有了 那微尘就没有 变成零溪尘 零溪尘大概我们现在的跨颗 一种功能 一种光线和浮点而已 所以现在科学家也很厉害 他用这种高科技的仪器 能够看到 有多少个跨颗这样光点 闪色的光点 不晓得从哪里闪出来 闪出来又不见了 然后第二个又闪出来又不见了 有闪闪瘦瘦几个光点 合起来变成个资质 几个光点合起来变成个宗质 几个光点合起来变成个电质 那这个资质电质 绕绕绕绕的中子变成一个原子 對不對 原子活在一起 原子绕绕的里面是资子 中子 电子绕 几个原子合成一个资子 合成分子 所以分子可以破歧成原子 原子可以再破歧成资子 中子 电子 资子 中子 电子 还可以再破歧变成瓜格 瓜格就是一个光点 非常维系的光点 那个光点如果以它闪烁的速度来讲 大概也等于一秒钟21万6千次差不多 所以心法设法都是生命像 都是一种能量的生命像而已 心法也是生命的 设法也是生命的 那种生命像而已 都是一种光点 那个光点也等于是零溪成 接近虚空了 我们一肉眼看不到那个光点 所以它非常快 它既有在一起我们感觉的物质 其实这些物质就像玄火轮 任何东西 选后人选得很快的时候 你一碰好像有个东西 其实它只是东西一点在选而已 这物质就这样买的 所以火轮就用这个西空观来说明 如果是究竟的话应该就不能再分析了 可是你这个假设的还可以再分析 你假设的分子 分子可以再分析 分析成电子 成原子 原子还可以再分析 分析成直子中子电子 那电子 直子中子都可以再分析 分析到最后直子中子电子 只不过是一个光点而已 闪烁的光点 闪起来就不见了 闪起来就不见了 从哪里闪起来 如来藏妙真如信你找不到 如来藏妙真如信就永远找不到 然后进法界就是它 然后它动起来就变成光点 光点的各种激活 变成了我们的宇宙人生万法 三千大千世界也是这样的 俱佛而已 都是这样的 所以佛头就说 你说究竟的话 你师大你讲说比行之坏无常 这只形状出所而已 这师大跟他造出的共识永远不会坏 这究竟不会 分析到最怎样都不会坏 可是阿辉他们完全讲错了 如果真的再把这个 事大再分析到究竟 连围城都可以把它破坏掉 不要说是分子 这围城 所以观察坏 不能再分析了 那只是一个光点而已 灵溪尘阶系 西空哪里有四大 到这个时候连四大根本都不存在了 所以四大根照射行出一箭长短不可得 这时候连四大 他那照射的功能 跟形状跟触手都找不到了 那闪了就不见了 闪了就不见了 闪了就不见了 只是一种光点而已 像圆弗形 像我们挂弗 圆弗形很小的挂弗就不见了 就这么一个像西空一样 这都不见了 这不可得了 所以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在四大的体 非四大 已经没有四大这个东西的存在了 没有啦 它只是一个闪烁的光点啊 浮醒的光点啊 快速的闪烁而已啊 已经没有这个四大的东西啊 也没有地水火轰的性质都没有啦 它只是所有的地水轰 分射到最后就通通变成光点而已啊 没有啦 所以佛眼很厉害啊 真的我告诉大家啊 我们的心眼已经够厉害了 心眼了 我们的眼睛很差劲啊 人的眼睛很差劲啊 心眼 我们心眼虽然很厉害都没有佛眼啊 你看 而且我们肉眼啊 你看我们还不如老鹰呢 老鹰比我们强太多了 莱雲呢 他在空中飞啊 可以看到四公里以外的一只小鸡 可以看到四公里以外海上每一条鱼 所以他那四公里以外就靠速俯冲 就咻下来碰 就被那鱼就被抓跑了 四公里耶 你看 那如果我们 依我们这边来讲 他眼睛不是2.0 是8.0 四公里以外他可以看得到 你看那种肉 我们的人都很差劲 那狗的鼻子很厉害 狗的鼻子 狗的鼻子 我们人的鼻子 你以为狗的鼻子够厉害了对不对 我告诉你 蚂蚁的鼻子比狗还厉害啊 狗还温到糖在哪里啊 你要不相信你在家里坐上摆两颗糖 蚂蚁就跑出来了 你的鼻子有没有办法闻到糖的味道 没有啊 你看蚂蚁那么小啊 这么小的蚂蚁 他鼻子好到可以闻到糖 蟑螂脚他都闻得到 我们都闻得到 你看这不可思议啊 你看他这个心的毅力变成那个样子 但他某一部分特别强 那如果你用心 我们能够用 还不是用真心啊 还是用我们八十五星所的这个心啊 他的看就不一样了 等他比如说你 心里近坐近到很近的时候啊 有没有发现你近他很近的时候 电话铃会把你吓得跳起来 平时都觉得没有什么 但是你近他坐着什么 哇 会把你吓一跳 所以近坐很怕你就吵 但如果你真正定了就不会怕了 就将定未定的时候很怕 那你当你耳朵变得那么厉害的时候 其实并不是已经就接近 靠近用你的耳饰 那个心饰 已经用你的心在听了 所以当你用你的心在听的时候 我早期有近坐 突然天啊怎么 哇 整个大地上在打鼓一样 天下大乱了 是不是世界大战了 吓一跳 一看外面吓一鱼 那个鱼水掉到地上就像打鼓一样 那么大声 吼 吼好大声 那不然你吓一跳 好 那我 那近坐 我近坐就闭着眼睛了 突然一看怎么 一片白的墙 白白的墙 墙上什么 一个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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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每一个洞都像我们盐子鼻 那个盐子鼻心 盐子鼻心 那么小的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 满满满满满满满的 那什么东西啊 吼就不见了 后来我注意去找 这个之后是什么地方来 我面对了什么 就我们那个墙壁 插PVC的墙壁 你知道我们PVC的墙壁都有毛细孔 对不对 我们的塑胶漆 对不对 美术的塑胶漆 插了那个颜色白像牙色的 它都有毛细孔 我们新年可以看到那么毛细孔 你眼睛看得好平 这好平 这光滑好平 但你用新年看 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 密密麻麻的 心很厉害 科学家再什么研究 研究再多的庙里都逃不出如来的手掌心 对不对 那道理太深厚了 绝了世界一切万发太不可思议了 所以分析到最后微层观察坏 不能再分析了 没有 对不对 什么也没有 哪有微层不坏的道理 到了现在Quark的缩练 什么还有照射的功能 没有 这四大级照射 寻出预见长短不可得 这时候到分析到变成灵溪尘的时候 变成那个Quark的光点的时候 什么四大 还有它照射的形状 照射的功能 还有它的形状出所 不同的见长短 通通不可得 没有了 这是一个光点 一闪就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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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 深面相续的闪状而已 哪有啊 所以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四大这体了 非四大 没有这个体了 你还说它常住啊 所以这个理论 四大不坏 寻出坏现 这是堕在四论 这四论外道的倡导 这不是真的 他不是 他这不是四论外道 四论外道这指着什么呢 心路二元论 所以心路二元论我们容易理解 你知道 这缘起 佛华强缘起的真理 这不容易懂 心路二元论就是心法跟四法分开的 心法是从什么地方来 心法是从命 命生结 四法是四大生无情物 所以四大生无情物 这无情物也没有意义 这无情物都没有意义 这四大季活在一起 但是你有心法 心法就随着 每个地方的这个风情 风 民情风俗 每一个人 每个地方 对着这个四大组合而成的这一切法 有好坏没仇 喜欢讨厌 这是心跑出来的 而四大本体 这四大所造的这一切万法 是平等的 没有意义的 现象这本体没有意义的 那他会变成有好坏没仇 喜欢讨厌等等这些差别像 那从心跑出来的 这个我们容易懂 对不对 这个容易懂 这个人心想就可以知道了 所以你是有道理 还是有道理的 但容易懂 但真理不是这样 一切心法设法都是如来障原起 就像你做梦 梦境里面的三河大地 里面的有情无情全体都是心 所以万法为心 都是心 都是空境变见出来 固体液体气体 有情无情 灵灵种种 一切万法的心 是缘起的东西 缘起的假象 所以这树论外道 他的理论 如果你没有学佛 听我们看有道理 这是四大祭佛的东西 是四大祭佛的这无情物 它没有意义 但是我有心法 心是命生绝 绝在生出我们这个有情众生的心法 那心法我们有习气 所以当我们心法遇到这无情物的时候 就把这无情物 变成了好坏没错 四位贵贱的差别像 这些差别像是从心里跑出来的 物体没有 这个有道理 所以心物是两种事情 心物二元 这样很容易懂 对不对 但佛法不是这个意思 佛法是一件事 完全是如来葬元旗 心法设法都是它 所以你看那眼睛 这直接跟你说得好清楚 慧四颗既真 圆章七大既新 五云六路说出 十八戒就真如 当体即真如 就是空性 圆章七大既新 这组成 这个文六路说出十八戒的 这个四颗的七大 地水和红红跟是 当体 圆章七大既新 就是真性 如来藏妙真如新 一法圆起一七法 这一法就是空性 所以当体就是空性 所以现在就是空性 这叫无始空 不是现在 不是以前才空 现在也是空 因为现在你有夜你以为是有 但我们现在没有天上的夜历 你就看不到香水海 对不对 你看不到香水海 你看的是天空 所以香水海也是无始空 原来他就是空 所以一切万佛的本来面目就是空性 没有其他的 所以哪有常与无常 这些道理呢 这个是最后活头才会说明的 所以这种四大不坏行处坏性 这是数论外道的信物奥运论的主张 那接下来 设计无常者 设计是无常 比则行处无常非四大 若数大无常者非数数言说 数十言说非信者 则多四论见一切信 但有言说不见志向生 这是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这个 计设是无常 设的当体就是无常 这个外道所说 设的当体就是无常 所以佛头就说明 如果这个外道 他说的是既设的当体既是无常 如果他所指的是行处无常 这行处无常 设的当体是形状处手无常 那四大不坏 那就跟前面的外道都一样 就不必要再什么解释了 如果他是说指的是既设的当体 设的当体如果是指的是四大 那就不是数十言说了 那道理就很深了 所以你看 假如这第三种所说的既设即无常 假如这个设是无常 是指的是形状跟处手 不是四大的话 那就跟前面一样 我们前面讲的四大是信 以及照射的功能不会坏 只是形状处手而已 那就一样了 那假如他指的是四大无常 那就不是数十言说的 为什么 我们令言经讲的 元璋七大即信 这地水火空空根寺 全体都如来 藏妙真如信 在令言经里面讲 这个信射真空 信空真色 清净本然 本如来藏妙真如信 所以他体信的如来藏妙真如信 哪有什么常与无常的问题 是众生行列发现 所以哪有一切法 哪里有信 就是说众生行列的发现 哪有什么常与无常的问题 所以同样是水 水 你说水 它会变成水真气 会变成这个结冰 我们觉得变成水真气 你看它有无常变化 但我跟你讲 那是我们人间的毅力 看水是这样 天人看了 水不会变成水真气 它看了都是琉璃 都是七宝 珍宝 琉璃 同样是水 天人看了是琉璃 我们看了是水可以喝 医下看了是他的生活的厨所 哪有水 恶鬼看了是农血 变成农血 第一看了把水变成火 门火 纯粹的业力 所以你看 如果水是无常 那个无常是什么 是众生行列发现了无常 众生行列发现了无常 它会变成什么 会变成流离 因为无常了 水变成流离了 那流离它又会变成了农血了 对不对 那无常了 变成农血了 那无常了 农血了又会变成了门火了 无常了 心列发现了 那体性永远不变 如来障 水眼不变 不变 水眼 永远都不变 如来障 那水什么 水众生的业眼 它变化这些假象 所以为什么到最后佛陀讲 常义无常是一不是二 因为它没有变化 它就如来障 当体就如来障 现在的当体就如来障 这很重要 一切往哪 体就是如来障 所以佛陀就在这里说明 假如说是无常 世大是无常的话 那好了 这不是素素颜说 不是我们世间法所说的无常 那是佛法 众生行列发现了无常 常义无常是一件事 不是两件事 那体的如来障 如来障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随着众生的阴连变见这些现象而已 所以我们看西米山 无常不见了 对不对 天然看来有 它不是有跟没有的问题 它体性的如来障 是天然的夜看到西米山 我们看不到 那我们看了香水海 无常不见了 天然看了香水海都还在 因为它的夜看到了香水海 所以这个道理 常就是无常 无常就是无常 的这个道理 这不是素食元首 谁能够理解 你要误啊 要误诸法实相 要误一切万法的事实真相 是我们生命的本源 是如来障 我们生命的本源 就佛信 随着礼迹四照两从三千变现出来 我们众生是以四照变现出来的 四照 我们照了夜 我们这个夜刚好赶到人间 我常常讲 我们这个夜里 生到人间的法界来了 那人间的法界真的一个很糟糕的事情 为什么 它多了一个壳子 多了一个壳子 多了一个这种粗的四大的壳子 其实我常常跟大家讲 你一定要很清楚 你真有的就是那一面心 你一定要知道 这个壳子是多余的 因为人间的夜里 还有人间的动物 也是多一个壳子 我说不要那个壳子多自在 我现在觉得这个壳子很讨厌 你看他不吃会饿 吃了要拉 不睡觉会头昏 睡过头来也会头昏 这种东西 甚至很麻烦还会生病 给你找很多麻烦 这个壳子有多了 人间的夜里就多了这个壳子 其实根本不需要这个壳子 你真正有就那一面心 那一面心不可思议 你要知道 那一面心不可思议 所以我常说明 你真的有就那一面心 我现在体会很深刻 就那一面心才是真正的 真正的我 这个壳子根本不是我 因为那一面心才是真正的我 所以那一面心 对不对 我们不能说是这个生命 找回了本心 我们现在的心是生命心 那找回了本心 你攀缘就是生命心 不攀缘就是本心 哪有本心跟生命心的不同 同样就是心体啊 你起心往外圆 那觉得 就是生命心 你不要往外圆 那只要照 照而起 那就不是生命的心 所以心才是真正的 你那一面心才是真正的你自己 所以我常讲当我们命中的时候 我们那年心啊 心这指八识 当我离奇嘛 心意识 心这指八识 意识第七识 识这第六识 心会离奇 一离奇马上就变成一个人出来 马上就生形就出来 那那也变成根生 马上就生形就出来了 外边七戒 他也看到 这外面的境界他看到 马上就变成一个生形出来 那个中阴生其实就是一生生 一下子生出来了一生生 但是为什么叫中阴生 因为他有阅历 有阅历 有阅历 所以谁的阅历 那如果是生天的 他那一念心如果他是上品实善 又加上他的为人正直正大光明 一下那一念心就化身到天上去了 那一念心就变成天人的神了 那外边七戒就看到了天人的世界了 那如果他说不逆十二了 那一念心 同样那一念心 一下子就直接化身到地狱去了 哇 马上 哦 这个冰山 这个冰天雪地 蒙火 刀枪剑林 然后身体出来了 那一念心马上给你变外包的世界 已经你内心的那种地狱的世界 旧的那一念心就给你变出来了 那如果你是能够迫欠后 正的原叫出信 或者说原叫出信 别叫吃住 或者说虚头黄狗叫虚头黄狗 他一走马上一生生出来了 那是真的一生生 那真的一生生 他不会被毅力牵引 那虚头黄狗 他必须还在人间 天上人间 七番生存才正阿罗汉国 因为这是小圣 如果是大圣的 他变成一生生出来 那一念心一下子一生生出来了 所以他自己挑 他可以 因为他修大圣菩萨大法 那福报够 他在天上福报绝对够 他想生天就化身就去了 那他也可以 找个有缘的母亲去投胎 那他可以也以存以欲生生 在那个圣山 喜马拉雅山什么地方 圣山在那个地方继续修行 因为在我们这个南占部之后 他可以随时来到人间 他的人间他一生生来 你完全看不出来的 可能一模一样 他一下子就不见了 又回到他的圣山去 这一生生就那一念心而已 一念心马上就可以变成一生生出来 所以你看当我们这个外套的修行 你看他一直用功 那念心他可以变成出阴神 出阴神别人看不到他 他看得到别人 那念得再高一点能够出阳神 那一念心可以出阳神 一出去说别人看得到他 他也看得到别人 但是别人看得到他是透明的 神生是透明的 后面墙壁都看到出透明的阳神 所以这阳神就看得到他的透明 但是他的神是透明的可以看到到他 如果功夫太好 那分身 分身就是欲生生 他可以陪你跟着你一样跟你讲话 阳神没有办法跟你讲话的 当你能够分身出去可以跟你讲话 跟你吃饭 但是他如果功夫不够了 他没办法太久 他还是要回到他的 这一念神事还要回到他的身体去 所以那念心才是你 你要知道 那念心不可思议 他会变身子出来 那我们他本来会变身子 但我们人间的法界 要必须多到这一层 这一层 多到这一层四大 这一层四大 把我们的武通全部挡住 所以鬼 鬼到没有这一层 他有鬼 他有武通 所以他会告诉你名牌 所以很多人 求鬼神求名牌 他有武通 我们人没有 因为他没有出足的设法 他直接就是那一念心变出来的 鬼神化神的 应用 不是应用话说 是化神变化出来的 你要知道 所以那一念心才是你 你要 我们要搞清楚 那一念心 那我们现在的心在念念攀岩 所以你要在《谭经》里面讲 前念不生是心 后念不灭是佛 那这个才叫寄心寄佛 那这个才叫寄心寄佛 我们常常在讲前念不生 我跟你讲 如果你还有一个前念不生已经生了 那就是我们前面刚才讲的那个外道的 生说不生 不生说生 你前念不生 哦 前念不生 已经生了一个不生了 那不对 前念不生是什么意思 不要往外圆就好 我们有什么叫生灭 念念往外圆 一下就作意的音源 一注意一生出来 然后又碰到那个 又听他的声音又注意了又生出来了 所以这个地方生起来 作意的音源生起来 转到这里这里灭掉了 那你又生起来 那又转到那个地方 这里灭掉了 那个就生起来 所以一直在生灭 就是那个作意的音源 有意的音源 那当你没有作意的音源 那就寄了照 那个叫什么 不生不灭 前念不生 寄佛没有盘缘 那寄吉 后念不灭就是照 寄吉寄造 寄造寄吉 就是世心是佛 世心寄佛 寄造佛二 因为他没有生命 他完全像镜子一样 所以当他心不再往外圆的时候 他就不像我们叫 马上立能锁 一立能锁 摄音就出来了 一立能锁摄音出来 马上前五根去灵纳 摄音出来 摄音第六寿 马上起分别 响音出来 起了分别以后 行音马上迁流 这个 心意识马上迁流 思维造作 行音出来 造作以后夜市有了 种子习气有了 世音有了 所以你一起心攀缘 一往外圆 摄音就马上出来 那说说响音是 一造作习气有了 种子有了 但是你不往外圆 那你就不生不灭 他急而上 所以他是什么 寥寥见 无所见 虽然说无念而念 念而无念 无所见 但是寥寥见 因为他没有作为一年 无所见 但是自信本觉 觉信本有 所以寥寥见 无所见 寥寥见 虽然没有看到什么 没有见 不立相待能锁 但是不立相待能锁 不是说 因为你立了相待能锁 才跟你讲不立相待能锁 其实不立相待能锁 是完全讲不出来的 是中道正观 那就是这个样子 急而上 照 照而起 真 中道正观 没有办法讲的 完全讲不出来 那所以他就无所见 寥寥见 寥寥 寥寥 不要以为寥寥 好像 混混混 不是 寥寥是非常清楚的意思 做清楚做清楚 那叫寥寥 虽然无所见 但是一切清楚 没有能锁 也没有不能锁 就那个境界 全念不生 后念不寐 后念不寐 后念寐 就不了了 所以他永远是 急而照 照而起 他 六根对落成 从这个方向 他不起作意的因言 无所见 寥寥寥 急照 他突然转到这边 他也不起作意的因言 无所见 寥寥寥 寥寥 寥寥 不寥寥 汗难懂 完全要体验出来 你要慢慢的体验出来 就是你的觉受要开始有了 这很重要 所以修学佛法觉受一定要有 我现在的觉受已经有的是哪个了 我不再自责这个身子 我知道我真有的就那一念心而已 我很清楚 我过一念心而已 那一念心才是我 我那一念心 我不知道往外远就是本心 往外远就不是就忘心 本的忘本来是一件事 就在你起心往外远而已 所以佛法你一定要了解空性 你不了解空性你永远没办法不往外远的 你了解空性内空武空 整个进去就是个如来藏 你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 就不往外远了 我这个道理越清楚越来越清楚 真的 哇 凭良心讲 我从那个妙乐以后的进步 哇 突然又跳一街 真的 确实是这样很不可思议 那真的 所以你了解空性 你修行不是用压的 让它自己沉淀下来 陈登下来最后 性进民体现前 你才能够入 你才能够入 这个必须先从禅定中用功 你才能够入 极草造造造造造機 但是有急造造的感觉 那极在口积慢慢消融的时候 就变成定位等词了 定位等词 大乱无过程度 后臂先凉 接下来前胸 有两只手臂降 整个是凉 凉下来 那接下来哇 两个鼻桶 真的像没有东西一样 清凉的 吸气通气都非常通畅 非常通畅 那不管 不管 全身凉 冬天会冷 夏天刚刚好 对不对 鼻子通凉 在灰震之下 浑身来个妙乐 不可思议妙乐 妙乐 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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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 现在又淡泊下来 像她上来舒服麻等等 也舒舒服服而已 没有什么刺激感 这个慢慢以后 慢慢 慢慢 整个欲望没有了 尤其南尼的欲望 没的 都会消的 很不可思议 怎么没的 我一样会欣赏女生 这个腿好长 但没有南尼的欲望没去 不知不觉 没有在哪里 我不知道 终于正常没去 她会把你这个欲望整个消掉 我以前每年到这个时候 春天到来 年后来要生蛋 那种难尼的欲望会再生起来 但那个以后 没有 很不可思议 然后那个以后 对这个身见越来越淡薄 越来越淡薄 完全感受到 我只有那一念心 其他都没有 正经有的那一念心没有 其他没有 那一念心才是自己 那一念心现在 没办法了 对不对 他那一变根深有一个神仕 又加上外面包了这个四大的色体 这个四大的色体真的是个障碍物 你看到那一念心 他会给我变出了整个境界 内根深 外系界是他变的 他感觉出来的 他会变成了 我有了身体 也是他感觉出来的 我有了我直 也是他感觉出来的 我觉得这个是好 这个是坏 这个是没 这个是丑 他也是他感觉出来的 这个是吉祥 这个不吉祥 也是他感觉的事来 一切事情都是他感觉出来的 所以你要了解这个道理 你赶快奇观 当你碰到 碰到说 哎呀 以前你有那个习细节的 这个是不吉祥 你马上一想 嘿 吉祥不吉祥都是我一念心自己变出来 我自己在变自己 我叫你变的 马上放下 天底下没有吉祥不吉祥的事情 所有都是你自己心想 你会解脱啊 你要知道你会解脱啊 但你要真正感受到这一点 看到这一切都是他 所以宋吉祥问我 为什么祝他之间不可好断 这整个都是你的心啊 全体都是你的心啊 都是你的心啊 你说看出去 你心了不可得啊 他 对不对 本来无意乎何处惹才来啊 可是他一放大 整个都是他变出来的 变出来的 如果你不要举行叛脸 他说 事老不见 寥寥分明而已 没有好坏 没走社会的差别 好坏 没走社会的差别 是随顺 众生的分别要分别啊 但是因为我们有喜气 他变成了好坏 没走社会的差别 这个吉祥 这个讨厌 这个喜欢讨厌 都是一两心 所以你那一念心太不可思议了 他的变化神通不可思议 所以整个都是他 就像梦醒过来的 所有的梦境都是你自己的心一样 所以这整个境界都是你自己啊 所以真的一切万法都是自信 都是你自己啊 全都是你自己啊 全都是你自己啊 所以啊 这个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地方 若有四大无常者 会俗世言说啊 所以你要知道四大无常 这四大地水红的无常 他说 如来藏妙真如性啊 所以他藏于无常之意啊 你看到这里是大 他那你看到不是 你看到这里是水 他看了天脸看了是流离 你看的是 是水 他这个 恶鬼看了是 是龙穴 他第一看了是蒙火 所以 那是业力变了 他体的如来让 都是一心啊 万法为心啊 所以他不是言说啊 不是俗世言说啊 这俗世言说你要悟啊 要自己去生悟啊 所以真的 空性是非常重要 所以你在禅令中 用空性来修 以空 了解空性 用空性 放下万年 这空的 那大波列凡君 现在佛陀讲 开八大种类 十一种不同的空 但是你一定要悟到 现象这个本体 当底这个如来藏 你悟了又依着他八种 内空外空内外空 或者自信空 或者什么空 所以把它空下来 放下万年 妄想不想他 让他自己平静 如果你用压他呢 那一定是生命相对待 外道无想定 或者是空定 那有我们的分 如果你要放下的话 你有明经见经的分 你会想 你会自然静下来 自信本自清静 所以你自己往外远 那为什么会往外远 无名的风在吹 为什么会无名的风在吹 因为你以为 外面都真的是有啊 有身见我旨啊 外面有一些法 那当然会往外远 那你现在知道他整个都是空性的东西啊 都没有啊 全部都体的如来藏 七大都如来藏啊 都是众生行列发现的啊 那前体如来藏是空性的东西啊 有什么好远啊 内根深外气界 都是如来藏啊 你真有的全身同身有的 所有的做一个一念心而已啊 真是一念心 你不要看那个万亿家财的 万贯家财 哇 对不对 然后他又有几部的 好 好 那个名车 又有几个工厂 那一念心的感觉而已 那一念心 啊 我的感觉 我有多少工厂 我也可以想 我每天睡觉 我也可以想 我有20个工厂 我有200亿 我也可以想 一样大家想啊 对不对 我生活过就好了 我这是开玩笑的 你一样想的都是习惟而已啊 哪有一样是真的 都是心的感觉而已啊 你只能满足那个心而已啊 通通心啊 万法为心 就是一个心心 哪有身见哪有我知 所以你真有的只有那个心 当你这个心知道境界了 对不对 放下万年 哪一念心就是佛 哪一念心攀养 哪一念心就是凡夫 就这样 你放下万年啊 对不对 那你 你 不会有作义的阴言 不会有作义的起心的阴言的时候 那就不生 他就急 那后面不面就照 急照通词 急照照照通词 急照照照通词 急照照照照照照照 急照照照照照照照 他不会延了 受受想心 是无垠的前流 那急照照照 无所知了了之 无所见了了见 明明白白 但是绝对不用外援 一切事情 但是你本性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自信本性就是剥弱 是迹象离象 本性的作用就是了了之 无所知 那你不守这样的本性 你去起心攀养 那就原来受受想心事 就出来造业了 跟你有违法了 了解我所说的意思吧 就是这样 所以 大家在禅令中修静坐 那 我们相信三宝 所以我只是这样用功 我相信这个 这个 佛菩萨会知道你的因缘怎么走 他让我走这条的因缘 走这条因缘 走中脉的因缘 你知道中脉全通的时候 我看那一本书写的 他会把你所有的习气都烧掉 你知道吗 把你心里面的习气 我现在看到 我知道了 那个鼻子会通什么 左右脉通的 你知道吗 那左右脉一通就 整个鼻子清凉的 这样没有 里面没有东西这样 整通 弄掉 那个通以后才有 有机会走中脉 你讲的没错 但我也不是故意去修什么中脉 左右脉也没有 要自己走出来 佛菩萨教你 他教你 他顺着你的阴眼 暗中在协助你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常说 我现在可以说还是不可以 我也把他拉出来 你知道 他可以把你 震认到中脉完全打通 可以把你所有的习气全部烧掉 你知道 我现在是把这个 男女意念的这种东西 已经烧了很多了 自己梦云记吗 怎么会消去 所以我今年会很好过 不会再受这种 这种骚扰 你知道 所以很多东西 不可思议 三宝的资助 所以现在这无 四大无常者 非俗数言说 这不我们世间法 俗数言说 非信者 着斗是论 俗数言说说 非有啊 或者无常啊 非信者 那是数识意义 断肠有无在讲 是意义两边在讲 有是有无就是无 不知道有就是无 就是有社空不二 心经所说的 社不一空 空不一社 社即是空 空即是社 因为他体就如来账 如来账 随缘不变不变 不变随缘 现出来的受生相会出法 他体就如来账 那为什么有受生相会出法 众生行业发现 所以这斗是论 见一切信 但有言说 不见自信生 所以看到 见我法中佛陀说 见一切信 但有言说 不见自信生 佛陀说 这是外道设无常者 而在我佛法里面 我佛法中 但见一切法的自信 唯心限量 吾有私信 都如来账妙账若信 都是你的心 这一切法的自信都是你的心 所以你喜欢的 不见的我喜欢 你讨厌的不见的 我会讨厌的 都是个人 所以个人的心 所以每一个人建立 每一个人的心理世界 只是藉着根层结束缘 个人建立个人的自信世界 这个自信世界各个不一样 同样在这个地方 实相只有一个 无相 但是个人的习性 就变成了无不相的世界 这个无不相的世界 都是你心性中建立出来的 所以 见一切我法中 但见一切法自信 是唯心限量没有实信 都是你心 心的习气的限量 所以不见自相生 所以生就是无生 哪里有真正的生 是缘起的假象而已 体就如来障 梦没有醒 以为梦境是真的 醒过来发现 梦是心空的 当体即空 好 那这个 我们时间已经到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今天这样解释 能够懂 能够理解 但这个并不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本身错误的 我们把错误的表达 跟大家说清楚而已 他错误的 我们知道他错误的 最根本 不要把他认为正确 这样就好了 我说了半天就让你 不要把他当成正确 这样就好了 那因为在古外道 佛陀那个时候 那些外道的思想 用那个逻辑辩证 说到让你听的 好像是真的一样 所以佛陀要特别讲清楚 让大家知道 这些都是错误的 他不是自己亲证的 完全是推理想出来的 是错误的 所以但有言说 不见自相生 这生就是无生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请诸位大德一起合掌 恭念回向基 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皆共臣佛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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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